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台灣討論度非常高的另一個消息是說 我們被列到一個不友善的名單裡面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很開心呢 因為昨天就有這樣子的標題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自由時報這樣下標題 他說俄羅斯發布不友善國家的名單 那台灣也入列了 那照理說大家看到這個不友善名單 因為等於是說俄羅斯的一個反制裁 照理說應該是要緊張一下 可是沒有我們看到綠營嗨翻 就說我們變成獨立的國家了 像是這個林靜寅醫師 他就講說普丁認證 一中一台一邊一國 3Q哥也出來講說 我們台灣是被獨立了嗎 甚至王定宇講說台灣正義之舉 獲得俄羅斯認證值得驕傲 連蘇魁蘇貞昌都講說我們台灣是個國家 全球都知道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其實人家完整的文字是怎麼寫 他說俄羅斯塔斯社他講說 台灣被認為是中國的領土 1949年後就由自己的政府統治 他講說其實是領土的一部分 因為他其實原本的標題是說地區或國家 但是我們的台灣的媒體就會截取就說 這不友善國家 有的媒體是講說不友善名單 所以其實真的你要用標題就來判斷的話 真的會可能白嗨一場 現在我們來看看當我們被列入到這個不友善名單的時候 我們會有怎麼樣的後果 我們可能駐管會遭到關閉 還有我們的漁船都會在海參會運捕 未來會不會受到一些影響 恐怕讓大家也非常擔心 以及我們台灣有四家銀行 共同總共持有這一個50億的俄羅斯的債券 他現在是講說不友善的國家 我們疑慮是用蘆布來還債 現在蘆布大家也知道 這貶值狂貶了30% 所以如果說都被列到不友好的話 其實是會有後續的影響 像是日本他們就已經感受到這個影響 因為他們已經被列到說 36個進行的國家了 所以像包含了日航全日空 他們飛歐洲的時候 都要多飛3.5個小時 就連他們的油價 因為現在也不斷因為石油上漲 油價的代價更高 然後大家要搭機的這個時間 也要花費更久 像這樣的惡巫衝突 我們也看到相關的財經網站 他們有講說 像是美國的飛航燃料價格 現在是創十年新高 以中國飛到歐洲的空運運費 就比上週增加了80% 也是去年10月以來的最高 所以現在到底還在嗨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被列到制裁名單 我們台灣其實跟這場戰爭 真的是沒有那麼接近 但是我們就很喜歡自己跳出來 刷存在感 就說我們也要來制裁你 我好像就這樣子 好像覺得跟美國站在同一邊 現在好 制裁來了 這個代價可是人民要來承擔的 王毅昨天也在講說 一中一台會葬送台灣的未來 我們陸委會馬上就還擊 他就說這個ROC是主權國家 彭博也趕快出來講了 當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 他就說這一場戰爭 普丁是給習近平一個警惕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武力奪取沒有想像中容易 而且等同是向美國宣戰 然後還說這個接下來恐怕會面臨到 非常多的一個經濟制裁 等於是說給習近平下馬威 你不要輕舉妄弄 你看俄羅斯想要這樣子侵略烏克蘭 也沒有那麼簡單 那現在為什麼反過來 既然是這樣子 如果普丁 如果習近平看到普丁 要這樣瑟瑟發抖的話 那請問這些歐盟在做什麼 歐盟又趕快跳出來要求說 中國你施壓這個俄國停火 那你北京立場到底是什麼 趕快又要跳出來講 然後還講說什麼 你中國你跟俄羅斯那麼好 你應該要出來調停 應該要來勸和 那王毅就有回應 他就說如果是有這個必要性的話 他們會展開斡旋 所以真的是很奇怪 一邊又要罵你這個中國 就是你這樣看到這個要警惕 另外一方面有講說 你的立場不對 要趕快出來調停 那現在誰到底可以讓這個普丁來停火 專家就說只有他可以 他是誰 就是中國 因為現在可能普丁 這是全球的兩個朋友國 一個中國一個印度 那印度已經出去調停了一下 好像威力沒有很大 那現在是就是要看這個中國 習近平是不是能夠發揮影響力 來影響普丁 那當然是現在大家也講說 中國跟俄羅斯的合作關係 仍舊會持續 可是學者們不斷在呼籲 就說中國你不應該跟俄羅斯合作 這會釀成歷史性的一個錯誤 這個我們先來問一下 這個總共同事 這樣子我看這個事情 幾件事情我想一向一向您聽 先講很多的民眾 譬如說剛剛講對左邊的三個代表性的民眾 或者官員所做的發言 他其實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的人民對於我們國家 在國際尊嚴這件事情有所感 所以他們希望用這種氛圍來表示說 我們是被人家所認同的一個國家 這是他們想做的事情 用這個氛圍來爭取他所謂的支持或選票 就我做 我可以得到全世界認同 我們是一個國家 所以用在支持選票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灣現在現實的狀況 兩岸的狀況 我們真正最需要 現在要走出活路的方式 不是用這種講話的方式去爭取我們的尊嚴 我們看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的護照 中華民國的護照 在多少個國家可以免簽 這才是尊嚴 我們台灣的中華民國經濟實力 在哪些國家可以產生 在供應鏈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就像我們講的護國生產半導體 也許以後更多的產業 譬如電磁各方面更多的產業 我們可以 這個才是 我們是一個有尊嚴的根本 也就是說 民相上跟實質上這兩件事情 現階段台灣要走進國際 在兩岸關係的結構下 實質會比民更重要 可是有些朋友就喜歡用民 來爭取所有的選票 這是我第一件事想講的 我第一件事想講的事情 現在我們被列為 不友善地區或者國家 這不重要 重要是我們被列入了 我覺得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 很清楚的資訊透明化 讓我們老百姓知道說 對我們的傷害是什麼 政府的補救錯是什麼 譬如說 剛剛上面講得清楚 台灣有市價 好像共有50.38億的俄羅斯債券 怎麼辦 是由這些銀行自己吸收的 還是政府有什麼做法沒有 因為以後這些跟俄羅斯金的債務關係 以後都要用盧布了 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政府有什麼做法沒有 我覺得政府應該講清楚這件事情 當初他們政府喊出來說 我們要跟進制裁的時候 就有一些聲音 就講說那民間的損失怎麼辦 政府也是很大方 他就說我們政府來補貼 政府補貼不就是 我們全民跟著買單 是 就算政府補貼 你要講清楚怎麼補貼 讓大家知道說 這事情的結構怎麼樣 譬如說剛剛提到說 譬如說海參會那邊 是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漁民的漁場補給站 如果那個補給點受影響 政府的處置是什麼 我覺得政府要把這種諮詢透明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透明化 其實我蠻擔心大陸那個地方 當布林肯跟王毅通電話的時候 我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我不知道這電話裡講什麼 我當然不知道講什麼 可是重點在這裡 我們不要忘了當初 美國怎麼樣在上海公報 前後怎麼樣出賣台 中華民國 我們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現在中國大陸很明顯的 他拿到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說 全世界都認為 只有我可以去調停俄污這個事情 好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大家都認為只有他可以 他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 去要挾各國 對於我們台灣所謂的一些利益的影響 這政府也要做說明 好 我們來問輝瑋哥 這個張兄提到之後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布林肯最近打了三次電話給王毅 誰打給誰 剛剛宅宣分析的 人家外國專家講說誰能夠去調停 大家把目光放在大陸 所以我先譴責這些民進黨 讓張兄休養比較好 這些人真是無知又可悲 我們線上在看的大陸網友一定笑死 你什麼關係不挑撥 你去挑撥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 你是到底哪裡有問題 就如同剛剛張宣傳 他們其實我相信這些民進黨立委 跟所謂的那些媒體人 他們都很清楚 宅宣那個 他們俄羅斯寫那個東西 他從頭看來 我就斷章取一再一斷就好了 我是拿來洗腦用的 哪有人被制裁很開心 你到底在開心什麼 這真的是莫名其妙 普丁跟習近平的關係 我就不贅述了 今年的冬奧 冬奧英在北京 普丁是旋風式的去捧場 在他入侵烏克蘭之前 然後有一個聯合聲明 說友好沒有止境 這句話被西方的專家 拿來這個大作文章 其實去年 這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 他提到陸二關係的時候 這趙立堅 他們的發言人講說 沒有止境 沒有禁區 還沒有上線 天啊 這到底是怎樣 所以你剛剛展宣講說 是不是現在是由習近平 來做個調停什麼 斡旋什麼的 他不是沒有原因 他背景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這個普丁 因為他去年有提到這個武統 人家問他說 他說大陸不用 動武就能夠統一台灣 普丁講過這個話 這個話其實我聽起來 心裡不是很高興 因為這有點 我的解讀是有點這種 有點看不起的味道 我不用打你 我就能統一你了 這什麼意思 很像是我們很弱 我們很微小 就是我用錢砸你 你就投降了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曉得普丁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昨天 大陸海關中所公佈的 這個貿易順差 今年的1月跟2月 因為我們遇到農曆春節 即便遇到農曆春節 我們的跟去年同相比 貿易順差增加24% 24% 這什麼數字 我們看去年跟前年的數字 去年的數字是1716億美金 前年是1450億美金 然後你現在 今年的1月跟2月 你又跟我說又增加24% 這表示什麼 就表示你對他的依賴 這個數字貿易的依存度 是我們依賴人家 難怪人家普丁會講說 我不用動武 大陸不用動武 可能就可以統一台灣人 你幹嘛去問武統的問題 然後普丁在更早之前的專訪 說我沒有聽說 大陸要武統台灣 當一個這種世界級的領導人 他在看兩關線 我們這些小丑級的說 他們承認我們是國家 謝謝俄羅斯 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的行政院長去反質詢 國民黨立委 你為什麼不譴責俄羅斯 現在很像變成這種政治正確 不把俄羅斯罵個兩句 很像就是你是 你是中共同路人 一定要罵個兩句 結果觀眾朋友最悲哀的是 國民黨立委竟然說 好 那我也講個兩句好了 你被行政院長反質詢 你還說 到底誰在質詢誰 你到底在幹嘛 我不要點名罵那些 國民黨立委員 其實都差不多35個水準差不多 你遇到蘇貞昌 當蘇貞昌罵你可恥 罵你不見笑 罵你吵死的 說你沒資格當立委的時候 已經有四個國民黨立委被罵了 然後你被罵 大家都在旁邊看說 你被罵... 下一個被罵就是你 這種反性 我認為這種政治正確 跟洗腦的這種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像兩位專家講的 我們應該更國際化 來看這個問題 在這上面抓住一個小辮子 在那邊自嗨是很丟臉的 對 這是有一種精神勝利法 其實看到這些綠營的人 這樣喊得那麼開心 我想說你也不看清楚 再來我們也看到 像是川普不是講說 我們就挑撥中俄 我們就是美國的F-22 帶著五星旗過去 這樣轟炸俄羅斯 然後俄羅斯就神奇 就中俄打起來就好了 這不就是同樣的 精神勝利法 這莫名其妙 這個事情就我來看 不友善國家這個名單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是一個國家形象 高度的被破壞 所以蘇貞拉那麼嗨 王定宇這麼嗨 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把那個票投下去 我感到非常的困難 這裡面從四個層面講 第一個從政治來看 這變成我們要看的是 俄羅斯塔斯社那一句話 我們是中國的領土 是被1949年就被統治了 然後他們把他顛倒正面來攻擊 我剛才講過 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俄羅斯承認 第二個來看經濟 海參威的漁船的運補 就有困難了 我們有很多漁民都是很困難 我是小溜球人 從小就我的阿公 我的阿姑都是捕漁黨出來的 所以這個影響很大 第三個安全的問題 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安全問題 因為你想想看 俄羅斯為什麼說 不友善的地區跟國家 很清楚了 他其實就把球拋給習近平 你台灣 他用這個方式去拋過去之後 你台灣就是地方政府 所以剛才輝文兄講的 普丁說的 不用打台灣就可以統一 這個話中有好幾個話 我用一個話解讀 孫子兵法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普丁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我不知道 普丁看起來KGB不是太愛念書 可是他的幕僚也許告訴他 真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戰不一定是用軍事 我讓你的經濟發展不了 我讓你的安全有問題 我讓你的政治的整個層面 在國際上做小 第四個政經安之後最後的就是習近平 現在正在召開兩會 4號 5號中國的政協跟人大 政協就是我們的立法院 人大就是我們過去的國民大會 那麼這兩個他們都叫橡皮圖章 可是習近平第二任之後 這個橡皮圖章慢慢慢慢的 就已經上來了 我擔心的是俄羅斯這個 普丁這個不友善的名單 除了降低我們台灣的這個國格之外 主要的是做求給他之後 烏克蘭的秀運會不會從 烏克蘭遠方拋向台灣 這個都值得關注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要馬上回來 今天 出發 就一定沒有 出發 出發 顏閃 出發